大家好,歡迎參加古墨古蹟辦事處的公眾講座 我們今天的講題是 《河東夫人墨壽英的上水足跡》 我們很高興邀請到鄭雲泰博士擔任我們的講者 鄭雲泰博士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社會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對香港華人家族的歷史有深入的研究 我們古蹟辦公會舉辦三個講座 分別介紹三棟陸續在第四期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之下 完成活化的歷史建築 其中一棟就是我們今天的講題所講的 位於上水金錢村的《河東夫人醫局生態研究中心》 為何歷為香港一代首富的河東和他的家人 會在當年戰前的時候在上水樓下足跡呢? 我們當然就交由我們今天的講者鄭雲泰博士 為我們解答 現在就有請鄭博士了 很感謝大家的出席 也很感謝古蹟辦的邀請 本來這個活動應該在今年初 三月二十幾號的時候舉辦的 我和郭偉卿商量過 因為那時候COVID比較嚴重 所以我也希望有現場觀眾 在網上我一直都對著機器這樣說話 我以前曾經試過 又覺得好像不是那麼好 所以那次就說不如押喉 所以一押喉到今天呢 我們都還在COVID之下 想不到今次這個疫情呢 去了那麼久都未過得到 雖然現在緩和了 我們都可以有現場觀眾 所以我覺得都是應該了一件心事 講回這一講 所以就會有今天這個活動 這個活動呢 剛才也介紹了 主要就是因為上水金錢村 河東夫人醫局的部分 我覺得那個雖然是一個重要的切入點 但是我覺得現在這個想講的部分 其實它是一個家族裡面一個傳奇的故事 這個傳奇的故事 其實過往我講了很多 集中的人物都不是放在他那裡 河東 河世禮 張正容 甚至部分的河家女子 我也有講過 但是很少集中在這個原配的身上 原因就是這個原配其實都有幾多遺憾的部分 那麼我也覺得這個故事呢 其實也都充滿了一些 過往我們忽略了 但是極之有意思的一些 人生裡面的迂迴曲折 有恨與不恨的情況 所以很值得大家 花點時間去了解一下他 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一些 經歷和香港的發展 那麼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 以這個做一個主題 那麼同時間我也知道在座 真是正如我經常所發言的 是很多對香港歷史的 潛龍伏虎 的人士 一定是對香港歷史了解非常深的 我本身是一個 社會學訓練的一個學者 所以反而對香港歷史的部分 就了解沒有這麼深 所以也是 藉著這個機會 向大家請益 雖然最近我也都幫忙協助地方 建中心在這裡收治 就是說這個是我讀書的時間 經常會在歷史書裡見到的 但是今時今日我竟然可以幫忙 尤其是參與地方 商業市的部分 當然也有人口 家庭的部分 所以 投身了下去之後 發覺 了解更加多了 有部分我們 今天如果可以 講到的話 都可以略為提一提 所以感覺 如果這裡有些 舊的朋友見過我的話 甚至現在戴著口罩 都應該會發覺我瘦了 因為我剛才約了朋友 差不多30年沒有見的中學同學 在美麗華商場那裡喝杯咖啡 他第一眼看到我就說 為什麼你這麼潮水瘦了 事實 過了幾十年都會見到這個情況 因為最近事實也太辛苦 因為背了地方治的部分 很大壓力 因為他們很趕時間 什麼時候要研究 什麼時候要加 而研究的資料又多 所以非常辛苦 所以瘦了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很興奮 因為瘦了可以減肥 其實我原本那時候是 藉著減肥的方法去做 後來發覺 不用減肥 他都自然會變瘦了 多工作做的時候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減肥 多點找些事情去做 是其中一個方法 好了 言歸正傳 我們看看這個 原配陷事 有幾多事情 覺得遺憾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介紹 因為設合 古蹟辦的主題 就是講一講 上水 以及密秀英的部分 就是 它的特殊人生 我覺得如果 從那個古蹟進去 你開始發現 某些遺憾 它的人生的遺憾 在那裡可以反映出來 因為 今時今日你可以看到 現在這裡的名字 你可以看到 河東密夫人 那個醫局 都還沒看到它的名字 但起碼有一個密事 相信在香港裡面 比較突出的其中 可以留下它的足跡的步伐 留在這裡 希望大家有機會去那邊參觀一下 懷緬一下 其實它是一個原配 但如果你再想一下 第一 它是 一代首富裡面 一個重要的人物 它基本上就是和河東一起發達 甚至 它的爸爸可能幫過河東很大 但是它留下來的 當然就以這個為 上水上面 被突出 當然在香港大學 有一個 河東夫人的紀念堂 但是照我所知 那個 就是 反過來 雖然叫做 河東夫人 就應該是紀念 平妻的 就是另一位 也不是她 而另一件事 就是說相對於 她那個 就是她那個 當作表妹那個 是河東的平妻那個 如果 了解回 冬年國縣 也會發覺 她就是雙形見絕的 我們等一下會說 所以這裡可以看到 現行比較突出的估跡 看到這個 香港首富的原配的話 就是這個部分 你可以去看看 感覺上 就可能是會一種 很樸素 是不是 沒有什麼奢華 很靜靜地 停留在一個 郊外的地方 和在城市的環囂裡面 的冬年國縣 其中一個 是相差很遠的 這個 我覺得某程度上 反映了她的人生 很多遺憾 在那裡 所以你看她的時候 你會發覺 這個人很特別的 都有很多傳奇的地方 第一點 當然就是 她是混血的 她混血得來 也有一定 程度上 很多 人生裡面的轉折 不幸的地方 雖然她是混血 那時候 那個年代是受到歧視的 但是她可以成為 河東的原配 於是 一直都 協助 河東的 事業的發展 成為原配之後 她的核心點就出現在 最大的遺憾 對於女人來說 尤其是那個年代 就沒有辦法生育 生不了兒子 女兒和兒子都生不了 總之沒有辦法生育 這個就是身體上 沒有辦法天生的 但是也有這個說法 就是根據Irene 河東的說法 可能只有病 醫治得不好 有關係的 但是無論如何 無辱 就是無後 或者沒有辦法生育 是她人生的最最大的遺憾 而因為 她自己沒有辦法生育 原本可能也會懷疑河東的 但是你知道 在那個年代一定 所有責任推到那裡 最後都是證明她本身的身體有問題 所以她為了幫丈夫延續血脈 就被迫要讓出一個平妻的身份 這個是她可以做到的 最大的努力去幫助丈夫 因為丈夫喜歡 而因為這個情況之下 平妻後來又有小朋友之後 出來了整個家庭 就會開始在一些內部關係上的轉變 這個轉變就導致到其他不同的層面上 可能表面看上去 她多好 多突出 但實際上 有些地方她的位置 或者她可以發揮影響力 就低了 因為面對這些情況之下 你可以看到她 開始有別的 看開一點 看快一點 一些人生道路上的不同的追求 這些追求 又會發展出 為什麼會有新界上水 她靠入土地 最後就會興建一個叫做 龍桑的問題 即是有一個東英學譜的出現 反映到她某些人生裡 最後就會有金錢村 這個 就是河東 莫夫人醫局的故事 留在這裡 她最明顯的一個足跡 更加遺憾的是 她相對於 就是說這個平妻的部分 她也死得 時間上沒有那麼好 另一個遺憾 因為她死的時候 剛剛是日漸時的 香港 所以很多子孫 或者包括她的丈夫都不在這裡 所以也都 死上面也是死得 沒那麼好的 雖然最後做某些補償 但是都已經是過去了 所以對於她來說 始終都是 一個遺憾 去到最後她的人生足跡的時候 都是有很多遺憾的 唯一 現在可以幫她保留的 其實是政府 家族上面 如果你給她的話 有得賣就賣了 就是變成了錢的 所以最後她留下 我覺得人生的遺憾 就是反而有政府幫她填保 所以就在上水的步伐 值得大家 有時間去懷面一下 去那邊走一走 我覺得很有意思的 好了 那我們下去看看這個特殊的人物 裡面一些情況 她就是1865年出生 比河東勢三歲 最重要就是 其實她爸爸 當然我們說她是混血兒 她們那一代人很多都是 父親是洋人 而母親才是華人 大家這裡 很多人都應該知道她的背景 那時候她的歷史背景 因為很多洋人來到東方 她是單身來的 無論如何 有一定的需求 感情也好 肉體也好 於是乎很多 華人女子也有交往 走在一起 結果就生了很多混血的下一代 而這些洋人最後又會回去 拋下其他那些 當作是女人 還有她下一代都在香港 不過這個密歷年 密秀英的父親又算是好 就是說她在香港的時候 她基本上都有照顧她 但是問題就是說 她媽媽就是不幸 有了這個密秀英之後 她媽媽在1877年的時候 三十幾歲就過世 而密秀英那時候都是十二歲左右 所以這個就當是有幸有不幸 她更加小的話更淡 她十幾歲起碼都可以 有些地方可以照顧得到 所以呢 這個情況之下 也就是說她有幸運的地方 但是總之就會夾集著一些不幸的地方 那麼這個可能就是人生裡面 就是復禍一直一直走下去 那麼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墓地 很明顯就是應該是後來做的 也做得非常漂亮 非常豪華 那就去紀念她 甚至拿了一些名字 就是在清朝那裡 去被這個吳士夫入 那麼這個可以看到就是 就是密秀英的媽媽 或者那個部分 那個資料 而這個也是一個重要的部分 就是密歆年 密歆年在香港死 而死的時候 就是她爸爸 就將遺產交給胡河東 這個我以前有展示出來給大家看 唯一在這裡我覺得最重要 要記住一個日子 1890年 1890年就是密歆年過世了 過世之後其實這個時間 就是我們在這個組之前 你們可以看到 就是密秀英的話 就是她12歲 媽媽過世 但是她媽媽的好朋友 就是那時候的女人都會走在一起 就是跟洋人有迷 我們那時候就叫做 就是涉外婚婦 保護女人 那麼她們一個圈子 會走在一起的時候 那麼 這個密秀英的媽媽 和河東的媽媽 就變成好朋友 於是河東和密秀英 兩個年齡相近就會走在一起 當然她們小時候 都好像說 有她們兩個可以結成夫婦 就是類似這樣 就是有這些說法 但是無論如何 當這個的吳士 而過世之後 就是河東的媽媽 私事 就照顧了密秀英 所以她們兩個 最後就在1881年 就是16歲 但是河東18歲 就是成人 於是結婚 她由1881年結婚 到密歧年1890年 過世 但是這段時間裡面 其實就是結婚都 時間都幾長 九年 沒有那麼多生育 其實那段時間 可能一直在找方法 就是 怎樣去令到她可以生育 就是很多時候 以前我們的社會 都是希望結婚 就帶點開枝散葉 有延續下一代的問題 有一段時間的追尋 我們看Irene 的寫法的話 都說她曾經去求醫 也希望可以早些生育的問題 所以 一段時間上面在摸索 希望可以有小朋友 於是乎 她其中一個做法 就是 我們先講了那個部分 就是想講那個 血脈的部分 就是說她那段時間 曾經做出的努力 就是想她有生育的 而那個時間 何福就是何東的弟弟 就已經結婚 並且生了小朋友 那那個就叫何世 於是她開頭的時候 按中國傳統 就將她過計 過計 過計 我們以前的說法 傳統上 就是希望用這件事去招遞 就是等 墨秀英可以生育 但最後還是生育不到 因為我們從 這個 何世榮 大概在1880年代末出生 未到1890年 那個時間出生的情況 就是一開始用這種方法去解決 後來就發現 這一招都不行 於是乎 就是立了一個妾士 這個時間 為什麼會去到立妾呢 就應該是去到密歧連過身 即是說 當她外府過身 河東 要看著密歧連的影響力就少了 於是乎那個時間上面 就有一個重要的轉變 即是外府也過身 因為她外府上面 一定程度上 跟河東打拼事 應該有一定的關係 因為密歧連都是 渣點讓行裡的 一個職位 有些說她是夥伴 有些說她是別的 就是一個普通的員工 即是說法不是完全一致 但起碼是一個洋人在渣點讓行裡 他有一定的位置 而河東成為 抓點洋行買版的契機 或者是怎樣 應該跟密歧連有一定的關係 我們這樣推斷 所以密歧連對河東來說 都是一個重要的 事業上面的重要人物 他不單純純是一個外府的角色 這個也是為什麼前面 他的財產最後都會傳給 河東的一個問題 即是說深得密歧連的信任的客人 但是去到密歧連過世了之後 這個因為無後的問題 而產生的東西 就會更加表面化一些 起碼她敢提出來 當然那個年代去到1900之後 河東的實力都開始增加 即財富上面開始增加了 於是在這個情況上面 即是她會 也都同時間 去到1890年之後 即是之後 即是結婚都9年了 是吧 接著下去都成10年了 所以還是未有小朋友 這個 憂慮 或者這個擔心 很明顯是強化了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她就希望說要她 幫她 即是在 在延續脫脈上面 做一些的安排 這一張照片 就是密秀英 年紀略大一點 你可以看到 我的意思就是 她的眼神看起來 她有些憂鬱的 但是成身所穿的 是非常之豪華的 是嗎 即是說 外表非常之風光 又是原配 丈夫事業又發展了上來 財富又不斷地累積 但是內心有很大的憂慮 有很多些 她覺得不開心的地方 最大的遺憾 就是無法生育 尤其是那個年代 對於一個女生來說 就是無法生育 始終是一個很嚴重的 她覺得可能是一個 缺合 缺點 而河東又很要求 希望有血脈 這個也很正常 我們可以這麼說 而根據Irene Houghton的說法 就是說 後來她證明她患了子宮瘤 即是那時候的醫療 雖然不是說完全先進 但是 不過這個是後來的 即是根據Irene Houghton 就是說 即是後來她覺得 她應該患了子宮瘤的問題 所以沒有辦法生育 而 而 連回和河東去做一些 類似納妾 招帝 即是過繼子的方法 都沒有辦法可以成功 尤其是納妾可以生育 藍的可能會好些 對於他們的想法 起碼延續到血脈 但是沒有辦法成功 而最後呢 河東呢 即是想繼續納妾 那時候 第一個納妾沒有辦法生 雖然生了個女兒 但是是後來的 於是乎呢 河東就希望說可以再立一個帝國 而當時來說 有一個目標的人物 就是另一個混血魚 就是 墨壽英的表妹 張正榮 當時來說 那些表妹 那些關係那種 不要看得太認真 未必是我們中國人那種概念 而是說 只不過他們的圈子裡面 有走在一起的情況而已 他看中了這個表妹 即是河東的那個 墨壽英的表妹 即是河東看中了墨壽英的表妹 那覺得呢 就想立這個張正榮 但是張正榮就表明 知道呢 如果要立到妾 他就不肯 那因為當時妾事呢 是低人一等 那所以呢 他就會一個 出現一個 叫做 矛盾的地方 即是他想要的人 他不願做立妾 那怎麼辦呢 那這一張圖呢 就可以給大家看看 以前我也展示過的 就是墨壽英 你可以看到 就是漂亮到絕 我覺得 尤其是很有氣質那種 是嗎 就是他這個家族 包括去到 就是 早前那時候 何鴻燊過身 是嗎 有很多騷子 他的子女 全部都漂亮到絕 我覺得 漂亮得來有氣質那種 墨壽英 這個張正榮就很明顯 有這個情況 難怪 難怪 何東會對他動心 少女時期的這個張正榮 於是乎 就 出現一個情況就是 何東 就非張正榮不要 就是他想要這個 看對他的 覺得 真是令到他動心的 但是張正榮呢 就一定不會做貼 其實 就很簡單 如果真的 等於你給錢 這個價錢不行 你就只可以提 要不然他就不賣 加價錢 於是乎 最後 這個 墨壽英 就想出這個方法 我覺得可能 都是何東想的 要他執行 寫了這封信 給他 舅母 所以這封信也寫得非常好 我覺得 不像 墨壽英的手筆 一定是 就是何東找一些 人幫他寫的 尤其是強調一個重點 就希望 就是另外 和佩月君 就是和我一起 配我們的老公 可以做到 就是姊妹並肩 無分妻妾 甚至答應 如果以質疾是之 就神靈不由 就是說 會 就像我們這次這樣說 就是不得好死 那些 就是 發誓那種 用這種方法 取信於 那個心誠 就是說 其實 最重要的是這一句 故修寸處 就是說 我寫這封信 就 作為表譽我 心誠的保證 這個是很重要的證明書 寫了之後 我一定會和你 平等地對待 我的表妹 所以 有了這一張保證書 有了這一張保證書 甚至立了誓的 神靈不由的 所以 張正雄動了心 同意了 就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保證來的 所以 這裡 如果有人要結婚 還是什麼 你最好有了一個 很真誠的保證 不要只是口說 有 有 固修 寸處的方法 寫下來 有憑有據 我們簽 婚姻 那個結婚證書 都是有這個 這樣的作用 這個需要 重要的我覺得 有一個莊嚴的承諾 他做了這個之後 張正雄 答應了 而張正雄 就真的厲害了 他過了門之後 生下子女成群 化解了河東無後的憂慮 那 但是 這裡講一講 河東日後 都還有 情婦 所以 這個 都是 有錢的男人 很多 很多時候 都做的一個做法 大家都要小心 那就是 然後我們可以見到幾張 就是 那時候那些 生的小朋友 一級 一級 這樣下去 其實就是 那時候 多生小朋友的表現 墨秀英 這個 墨秀英就沒有生 張正雄 過了門之後 生了 成 七個 八個 其中一個 除了一個 祖妖之外 就 算是多生的小朋友 所以 張正雄 雖然生 我一時不記得 就是七個還是八個 相對 河東媽媽 接近生十一個 我印象之中 所以你可以想像 在那個年代 一生就 一秋二爛了 但是 今時今日我們的 生育率就很低 一個 兩個字 所以相對於那個年代 就不同了 所以 希望我們 年青的一代努力一點 其實可以多生 一些 因為現在社會人口 開始萎縮 多些小朋友熱鬧些 其實也都是一種縮分 好了 那 情況就是 隨著小朋友的數目 越來越多 很自然的 家庭的關係 就開始複雜 感情 和之間的接觸 或者矛盾 也都會有些變白 那更加 不要說 河東的財富 和事業 生意也好 也都越來越多 那 跟著下去 我們可以看到 隨著河東 和麥秀英 張正雄三個人 那個年齡越來越走的時候 他對於兩個平妻之間 那個某些 的安排 或者那個分配 其實也都隨著有些 不同的變化 我們可以看到 尤其是在 張正雄的 明山游記的時候 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他這本書裡面 其實是說他很多次去旅行 去明山大村 當然因為他有佛教的信仰 所以他多數都會去拜訪 一些妙語 那些這樣的情況 但是你就可以看到 其實他很多次的旅行 是他跟他的丈夫 就是河東一起去 或者他自己 某些旅程完了之後 他再跟他的子女一起去 而很少就會跟麥秀英一起去 麥秀英一去旅行的時候 也都會跟河東 的話 就兩邊是分開的 就是兩條線的 那就是說 其實他們之間是 雖然地位上面是平清 就算他居住也是分開的 就是分開的 當然他有條件 我們現在很多 家庭條件不是太大 就住在一起 也有很多人 三妻四妻子都是 都在同間屋 蟬下 但是他們有這種條件 就是分開的 而 這一個就正正是看到 其實在一定程度上 只是有一妻在河東的身邊 很少會兩夫妻 兩妻 和河東在一起 那麼這個也都反映 他一定程度上 就是兩條鑰匙的時候 就叮咚響 就是那個問題 那麼另一個層面 就是在洋人社會 有這個牌制 就是河東有一夫兩妻 加上妾侍的情況 是在洋人社會裡面 是看不慣的 覺得這個情況是不好的 如果有些 殖民地內部通訊的時候 都用這個去歧視河東 或者罵他 我們可以看到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 他會盡量避免某些有洋人的 一些官方的場合裡面 會帶來這麼多的妻妻 只可以第一個 所以這個也是 反映一定程度上 兩人的平妻之間 就會刻意大家互相避開 變成一個各自獨立的環境之下 出現過的情況 當然也不排除 兩個人之間 都有一定的距離 就是那個 這個就是一個 重要的圖片 我覺得有意思的 尤其是講明在1898年 和丈夫出席了一個重要的活動 就是 和洛克的活動 這個是洛克的老婆 其中一個是洛克的女 你可以看到 就是這個情況之下 就是這個日子 是很重要的 1898年 和上水有關係 因為那個時候 就開始 英國政府 租借了 新界的地方 這個就導致她 和上水的關係 開始走在一起 這個就是 提到 就是說 當英國租借了新界的時候 確定了 確定了之後 其實這一點也是 Irene Houghton 寫的 很有意思的 我覺得值得大家 看看 背後的原因 或者什麼 我們都還未可以去確實 運動 她說過一個重要點 當年 就是 河東 就在新界 就是上水 金泉村一帶 很多地方 去買了那些土地 剛剛 租借了新界 他就說 父親其中一位 西人的朋友 請父親代為 扣入新界 上水一片 面積龐大的農地 如果用今時今日 去角度去看的話 河東就是一個代理人 洋人就透過他去買 為什麼他不直接買 是吧 要透過代理人幫他買入 大片的農地 而這個 朋友後來 改變主語 就是不要 或者不承認某些事情 河東就自己接下去 接手買了 這個有可能是 當時來說 是投機 或者炒賣當時的土地 而是說有洋人 這個洋人 我自己的想法 可以是官方的人物 當然如果是商人 也有可能 買了這個土地之後 最後 說對方不要 才去河東 而 那個地皮 後來證明在上水商園河畔 尤其是跟當時 那裡有一個港督別墅 那個度假屋的附近 這個 又更加是屬於另一個 重要點就是說 那裡的土地是屬於漂亮的土地 因為它近住 港督的度假別墅 也是屬於環境優美的地方 而港督如果去度假 你又在那裡 那你就可以接觸港督 就是說 它既有漂亮的層面 風景上面 也有機會可以接近權力核心 權貴的重要部分 所以這是兩個重點 值得注意 而這個土地 河東雖然要買 但是它是用密秀英的名譽 這是另一個很有意思的重點 就是說它不是用河東直接的名譽 擁有那裡的土地 擁有那裡的土地 擁有墨秀英 這也是另一個很有趣的 例如說 我研究利氏家族 就是說 你欺慎家族 你欺慎買的土地 或者買的屋 很多時候 就會用原配夫人去持有 不是直接寫在那裡 這個有兩個重點 一個重點就是說 我是對這個原配很尊重 所以擁有些財產給它 認可它為止 另一個其實就是 可能在財富的配置上面 擁有它那裡 就變成是它的 跟我徵動某些關係 如果有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不要追到我那邊 也都有可能這些重要的考量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麥秀英就是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就有了那裡 湘漁河的土地那個 那個業權 而最後這個地方 就辟作農桑 要是種植 因為大圈土地 那時候還沒發展到那裡 那麼取名 取名就是東英鶴埔 那這個就是後來一個 重要的部分 那這個就是 麥秀英名下的 上水 湘漁河附近的土地 所有的 數目 你可以看到 我逐個DD鶴 就是那個土地那個 那個記憶 就是 屬於麥秀英的 那麼 相當之多的 當然每一個鶴 有些 有些小一些有些大一些 但是 每一個土地 做出來而已 就成為它那個 最大部分的財產 如果它流到今時今日 那麼當然也都是 非常之值錢的 那麼 所以這個就是它 麥秀英的部分 就是由它去 負責了 這個部分的 那麼 那麼 好了 這個情況就是 就是 它有了土地 你去到 1900年 或者 1900年 就是 他1865年出生 到那時候 其實已經 近40歲了 所以 它 在那個年代 就覺得是 開始老一些 屬於 有一定的年齡 那麼 所以它就開始 很多時候 就在 開闢 東英學譜的時候 它就經常在這邊 有時間 就去那邊 就是 度假了 其實好像當時的港督 有時候度假都要去那邊 那麼 在那個年代 就屬於邊緣之地 因為那時候 我們看看 何世禮 小時候 在港島 黃銀孫 讀書的時候 旅行 走去東英學譜 旅行 全日 因為要搭船 搭車 然後去到那邊 那時候已經都有汽車 要專門安排車 都要全日出入才行 那麼 它當然不需要即日來回 因為它那裡 是有所有的東西 所以在那裡住一排 所以 它特意在東英學譜 見了兩座綜合大樓 內有工作室 員工宿舍 客房 廚房 和會議室 所以那個時間 它在那邊 你可以看到 它有幾個重要點在那裡做 一方面 它有工作室 就是說 想在那邊發展 某些的東西 那麼當然我們後來 就證明 它是上邊 在做一些 種植的農桑的問題 其實 早期那時候 我們在很多殖民地文件那裡 看到 自從 從英國政府租了新界之後 當時很多的洋商 覺得整個新界一定有一些好東西 而殖民地政府也都曾經想做一個經濟調查局 去調查整個新界裡面有什麼好東西 你猜是什麼好東西 好東西就是 他們覺得 新界應該有鐵礦 銅礦 或者任何一些礦產的東西 所以當時香港是有 因為實際上香港也有的 那些地方 馬鞍山其實都有 所以就希望在那邊開採 礦產 所以有些適合的地方 它們已經賣了 尤其是其中一個 當時一個重要人物 叫遮打 遮打 還有另一個 我自己剛剛寫了摩地和摩地 因為這兩個人也是對土地極之敏感的 當然前海 他們就是開山組 走在前面的就是遮打 走在後面的就是摩地 摩地和遮打兩個人結合成一間 合股公司 河東是其中一個 當然就是 河東那種屬於買板式 都進不了他們核心的部分 那他們當時 收了新界之後 覺得那裡應該有抗產 所以曾經成立了公司去探 探探新界不同的地方 尤其沙田 但某些地方 是找到 最初的時候以為有抗產的 後來發現不行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當時在東英鶴土的時候 其實某一個層面上面 碰入土地 可能跟某些抗產資源有關 後來覺得那裡適合發展農業 於是在那邊興建工作室也好 是想培養種植一些農作物 所以在那裡未有實際的動作的時候 當然開一些工作室也好 宿舍也好 就開始在那裡請人在那裡做這些活動 其中一個重要的就是在那裡種桑 種桑 養殘 尤其是在東莞 那裡請人下來在那裡種 做很多實驗的農場 所以它又種水稻、種蔬果 甚至養豬、養鴨 這個其實就是那個做法 比日後的加道里農場還要做 就是說它在這個層面上的看法 跟後來的加道里農場是一致的 加道里農場其實就是去到戰後 即是那個 羅蘭氏加道里的弟弟 它才開始大力發展加道里農場 但是河東這個 即是密秀英這個 就更早已經做這個動作 其中一個特點當然就是養殘 就是抽屍的部分 而他說在我們在那個介紹裡面 看到東莞學譜裡面 那時候已經添置了發電機 所以那時候是很潮流的 即是很先進的 有風扇 有電軟龍 這些都是屬於一個十分先進的農業實驗室 就是東莞學譜 但是它不是純粹一個度假的地方 即是說它有實際 某些想做的一些農業的部分 那麼這個農業的部分的做法 其實就應該跟河東的思考有關 就著這個尤其是一個特點 就是1924和25年那個時間 英國有一個溫布萊的戰艦會 很大型的帝國戰艦會 那當時每個殖民地 那個時間你想想1920幾年 是屬於大英帝國力量幾乎最高的那個時間 當然是一九 第一次世界大戰宣 它更加旺盛 這個時間已經有略為匯落 但是都是 大英帝國都是非常之厲害的 那時候 那麼它是這個帝國展覽館 今天希望它所有的殖民地 全球都派人去 香港當然要派人去 問題就是它有一個條件 來得展覽的產品也好 最好就是你在當地生產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香港是一個貿易轉口港 來的嘛 所有貨品都是來自外面的 那要找些工業製品去呢 就沒有什麼 看不到 想不到大場面 所以唯一被它想到的 或者當時河東無水自戰的 我們有農業的 我們本身有做過 東英學譜有的 我們有種桑養蠶的 這個在英國來說很新鮮的 所以它推薦了這個 給當時的港督 應該是斯洛伯 而接受了 最後就由密秀英和河東 帶隊去英國參選 而因為養蠶 中桑、抽屍、織布 這件事在英國來說非常新鮮 所以它整個過程是大出風頭 我在網上找了一些圖片 也非常珍貴 你可以看到當時 在溫布萊展覽館的時候 這個是香港館 當然因為香港是東方的 所以是中國式的 你可以看到那個情況 然後你可以看到 它派人去的 就是這些人就是 在東英學譜裡面 做抽屍 然後去織布那些圖片 在當時展出來的 你看到 它是 在製造的 在製造 所以就是 示範給別人看 引起了那個 參展者的好奇 這個就是它兩個人去到那時候 就是 和皇室是可以走在一起的 而墨秀英 這個時候 肥了一點 和河東就在那邊 這些照片在英國拍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 那個情況 那一次去到英國參戰 對墨秀英來說 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它因為 參戰了這一次的活動之後 又引起到整個英國皇室的肯定 或者好的接待 它其實就得到一個獎章 即是 Honorary Dam of Grace的勳章 而 因為這樣 東英學譜的名氣 又更加強起來 所以這件事 對於墨秀英來說 可能對人生裡面另一個肯定 即是原本它其實就是 雖然葉祖河東 說持家有道而已 其實都是處理著家族內部的事務 有部分是投資 有部分可能都管理一些子孫那種 但實際 它可以發揮到空間都不大 但這個 投身下去東英學譜 就變了很多些時間 扔進去之後 是有社會的成果出來 獲得皇室社會的一些肯定 所以對於它來說 就覺得非常之重要的部分 吸納了它一定的時間和精力大陸 所以它後來 就多了參與到上水 甚至元朗一帶的 社會事務那裡 這個是很重要的 變成它多了些時間 在那裡經營那個部分 而重要的就是 你可以看到後來它會和 在1928年的時候 和村民 曾經搞一些新界的農業展 我研究過 暴力甲家族的時候 暴力甲即是JP Braga 他在九龍都經常搞這種農業展 而河東家族和暴力甲都有一些緊密的往來 因為澳門 那麥首映這個部分 亦都透露了很多 所以你會看到 就著東英學譜 很多新的出版 種出來的東西 或者養出來的東西 其實就在這些 新界農業展裡面 它可以發揮作用 所以它某些情況上面 它是有身份 有地位的 那這個也 因為它那時候 河東已經真的成為首富了 所以變成了 它的角色也重要 令到它個人的滿足感 或者承受感 會更加強的 那麼它也都為新界那些農村 引入一些現代化的農業技術 所以這個層面上面 它所做的 給家道理農場 早了幾乎接近40至50年 那麼在那個年代裡面 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女性 它是可以很突出的做了這些東西 所以有些的情況都是 說它現在東英學堡所做的 在農業技術上的一個實驗室 就是說它走在時代的前方 那雖然農業在香港來講 不是最大的產業 最麻煩 如果它是一個大的 覆蓮很大的農業的話 它這個推展下去 肯定會令到農業發展 非常之好 但是香港始終都是 地方有限 而農業又不是主力 所以它實驗室的情況 沒有完全發揮過後果 這個我們就可以看看 就是說它加大業大的時候 晚年裡面 你可以看到那個情況 這個部分就變了 必須要跟張正用作比較 我們剛才說的主要部分 以密秀英為主角去看它的發展 其實你相對地去說它為什麼會遺憾的時候 他就跟他的表妹 就是張正用之間發展上的比較 張正用因為人又漂亮又聰明 過了門之後生了很多子女 就在這裡 一個個個生客 不是 1 2 3 4 5 6 7 8 9 我說錯了 10個 張正用生了10個 除了一個個過身 其他全部都存活了上來 而且有些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例如何錦枝教勞民感 大家知道 何世健當然也有一定的地位 相對來說就是何世禮更加厲害 國民黨將軍 其中何艾寧也是厲害 就是教學工作者 也寫了很多書 另一個比較重要就是何以華 他是一個專業醫生 唯一他就是沒有結婚的 另外就是何孝芝 他嫁陽國章 他曾經是衛生處長 第一個華人做這個位置 另外就是何揚芝 其他的丈夫就是羅文浩 是法官 而羅文浩和羅文國 這樣是兄弟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家族 他的子女後代都非常厲害 全部這些人都是張正用所刪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 這些子女和張正用的關係 很明顯是緊密過密秀應 相對來說呢 他就處於一個相對地有遺憾的位置 雖然說何世禮 他是屬於密秀應的的子那種 因為他出生之後 當是跟了密秀應的 就是根據他們出生的那個 或者那個協議內部 那另外呢 他們也都做不同的慈善 最大的特點就是張正用 就創立保國學校冬年國縣 所以他的慈善事業 是很清晰很集中的 而密秀應呢 他其實有些隨緣落座 就是有些人要捐 比較零星的 所以例如說 就算是1931年那個 俄東密夫人醫局 其實都是他其中一個 隨緣落座的形式 他就不是很 就是我在分析慈善事業的時候 一個叫做 零售式的慈善 一個呢 用回他基金成立的 就是一個叫做 統籌式的 他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 一個大的慈善機構 去做專一某些事情 這一種呢 就在後果上面 可以突出些 這一種零售式的 分給人們做 就發揮來後果不太好 而密秀應就有這個 在市場方法上面 那個不足的地方 這個大家可能也有去過 就是補國學校那裡 雖然河東有捐錢 但是以張正雄為主力 然後這個就是東聯國縣 兩個都在山江道上面 大家有機會都值得去那邊看看 凡還鬧市裡面 下有跑馬地 上面還有馬會的會所 他就在那個中間那裡 這裡 在這裡 在這裡走進去 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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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一條走廊走進去 就是巴斯墳場 值得去看的 很好 很有意思的 所以這個就是見到 就是那個 張正雄在那個部分 另外就是 洪行和這個小國原 尤其是可以說小國原 主要就是或者叫河東花園 這個我以前說過 這個就是他本身的大宅 就是河東的大宅 洪行 現在就變成了香港花園 在西摩道那邊 那個香港花園 那也是 以前就是這個地方叫做風水寶地 在他那個屋的下面 那個地下泉水 是非常之厲害的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風水寶地 是發到他豬頭的 但是後來好像說 在這個香港花園 才發現地下水這麼厲害 所以他們看風水看得很準 那這個 現在已經變了 埋盤了 接著可能要發展成另一個 就保留不到 就是 傳給子女那些 子女有錢 賣了 轉了 這些已經保留不到 好像剛才說的 河東夫人密秀英那個 就因為可以保持莊安房 所以那個名字可以留在那裡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圖像 我都覺得很有意思 在那個時間 以前 雖然這個時間 其實已經有了相機 但是那個年代的人 還是很希望 用畫畫那種 這種 去畫他的人物像 這些做法是 在以前貴族 皇帝去歐洲旅行 有很多的 他才有 是代表一定的身份 地位 所以去到他晚年 他都寧願了這個 你可以看到這兩個 我自己用一個這樣去稱呼他 事實 墨秀英 你可以看到他一路走下去 去到他晚年 他都兌現了他當年的承諾 他跟表妹是無分彼此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他要穿什麼衣服 大家都有 要畫一個 人像畫都一人畫一個 當然河東都有 所以這個正正是說 他真的承諾了 是照做的 所以他可以看到他們是無分彼此 所以是沒有以質疏是之 而最後那個發現 他更離開 我覺得有些地方是人身的不幸 上天注定的 其實不是他自己的問題 但是他所承諾的 他做得到 而這兩張照 我剛才說的這兩張照 是看到他們那個 是一個富泰的一面 風光的一面 是在那個年代 真的很不簡單 真是這個首富的一個特有的部分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1937年的一間合照客 大部分人 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這個時間 他那個 那個身形 縮了一些 他還反而是 就是 更加 氣派大了 這個呢 我自己經常都這樣說 未必準確的 就是因為 他 第一 他做慈善的部分 做得有成就了 在那個年代 另一部分就是 他有了子孫 他的地位 他覺得更加鞏固 他是多了很多些 憂倫 多了很多些遺憾 你可以 可以見到 表現出來 氣場 如果你要這樣說 氣場已經不同了 是嗎 那我們在某些資料上面 看到他還有 他身體健康 病上面 是有些病 但是他呢 我們看到 不是 文字沒有什麼記載 不代表他沒有 但你可以看到整個氣場上面 就以他更加有那種氣壩 表現出來 那 而在1937年 對了 沒多久 其實300年初 張靜庸就過世了 張靜庸呢 被密秀英年輕 也被密秀英早去世 他去世的時候 其實真的 今時今日來說 真的很年輕 63歲 但是他建立的事業也好 他拿到的很多東西 包括生子女 他全部做了 而且做得 加零一那麼突出 所以這樣的情況 他死都死得非常之 不要這樣說 其實死得合時 因為他在1938年初 過世 你可以想像 是嗎 所以他 過世的時候是極盡榮 包括何東 包括兒子 何勢禮當時回來香港 去 因為他跟了 本來跟了 張學良在北方 他下來 參加他的桑奶 然後他其他的子女都在世 所以整個 桑奶 也都是 整街都是人去拜祭 所以是極盡榮愛 所以說他死 是很厲害的 但是 去到密修英 他就反過來 長壽 在1941年的時候 還要搞一個大的活動 12月5日 大家都知道 12月8日 日本就在新界打了過來 但是那時候 12月5日搞完 12月6日 河東一隻腳已經去了澳門 很厲害 相差兩三天 他就走人 然後河東走了去澳門 1941年12月6日 他去了澳門 於是乎 河東就跟密修英 就當成分開了 然後很快 香港就被 日本人打到來淪陷了 淪陷了之後 密修英就留在香港 那時候他跟丈夫分開了 當然過程之中 中間有一段時間 密修英有去澳門探河東 我們在內部文件中 看到他有這樣的記錄 但是就不願意留在那邊 不願意留在那邊 主要的原因 就是為了處理在香港的財產 也都要看著那些物業 就怕被人 日軍也好 被其他人 隨時被人借了你 被人住進去之後 拿了你的東西 其實曉國縣 就是說河東花縣 都有出現這個情況 尤其是在那段 沒有了物資的時間 連窗 那些木桌 都扔了 都可以做火燒 因為不夠能源 有這個情況 而在入治時期 密修英 就吃盡了一些苦難 那種苦難 當然不是真正說 要做苦工 那種 而你可以想像 他做一個 香港首富的老婆 是不是 是吧 本來是養專注 任何東西都是 就是飯粒漿口 那種 是吧 但是在那個時候 就不夠營養 不夠食物也好 或者是擔驚仇炮也好 隨時有日軍上門也好 那這個對於他來講 就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而更重要的就是 去到1944年2月 其實那個時候 再過多半年更厲害 更嚴重些 因為民緣 糧食更短缺 那時候 他就過世了 是吧 而他過世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 在他身邊的人 其實不多 其中一個 就是 前面提到的 那個妾侍的女兒 就是周二汶的女兒 就反而照顧他 那個叫Mary 其中一個 就是說他享年80歲 壽命就被 將政榮長 但是他死的時候 就沒有什麼人在他身邊 何世榮 就是那個過繼子 就被日軍捉了 因為他是 這個匯豐銀行的買板 那麼日軍政府 就希望在他身上 扔他心口 就 等他供出匯豐銀行的資料 等他可以拿錢的問題 但是他打到半死 那麼去到他病重的時候 曾經何世榮 在監獄那裡 日軍 放他出來 和麥秀英 見過最後一面 那麼見完之後 何世榮 再被捉回去 那麼 何世榮 過了兩三天 就過過世了 那麼所以 他過世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 不過 妾侍的女兒 當然 他都當他是女兒 然後就過繼自己 麥秀英 其他的子孫 包括何東 都不在他身邊 而過世之後 他都是簡單地下撞 那時候已經是這個 我們會說 殖民地墳場 而這樣的情況 在這種背景之下 一個首富的元配 我覺得他死亡 也留下了很大的遺憾 死得不合時 所以反而沒有麥秀英那麼好 所以這就是一個情況 而在那個時候 你可以看到 去到 去到 那時候 就算要登附文 都是很簡單 這個 你現在看上去很大 在報紙上面 他是很小的 就是我們把他剪了出來 都是說簡單單單的一個情況 這個也是跟他的身份 如果是一個和平時期 他絕對不是這樣 就是可以風光大壯 或者這些附文都會發到很大的 但是在那個時間 就沒辦法了 你可以看到 然後 列出來的人 都很簡單單單 所以這個是 那個情況 那麼 後來 這個就是 和平了之後 河東 就回來 幫他舉辦一些追思會 但是 老實說對於 密秀英來說 他已經死了 是不是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 我覺得 無報於事 對他來說 一個遺憾 大遺憾 而 河東 尤其是幫他爭取 英國政府 在他生前 就是 1941年前 其實 靖文地政府 已經答應 英國王室 已經答應 給密秀英 一個OBE的分行 之後 但是 消息 還沒下來 結果 就死了 按照慣例 那個分行 就沒有了 因為他會攀給一個在山 於是 河東 再幫他爭取 最後追封 這個分行 給他 同時用密秀英的名譽 捐了慈善 活動 他幾年代 其中有部分 當然 其實那些慈善的款項 其實是來自 密秀英本身的遺產 因為他本身 名下都有錢 這種情況 但是這些 在我的看法 這些遺憾 我覺得 雖然做了這麼多事情 其實於密秀英的遺憾來說 無報於事 所以我覺得是 遺憾無報 所以就是這個 但是大家未必同意這一點 但是對於他來說 我覺得 在山的時間 他所經歷的事情 其實 是有很多地方留下遺憾 雖然他看下去 很多地方 其實都是屬於 原配 屬於首富的老婆 其實都很風光 但是就在這個情況 這一點上 也值得 做最後歸縮的一個比較 這裡是遺憾墳場 我相信有些人可能曾經去過 今時今日不容易進去 都是門禁心炎那種 跟社會一樣 這個就是 張正榮 有趣的 我們可以看看 你細心留意一下這個 這個就是中式和西式 有這個特別 這個就是張正榮 這個墳墳 我好像有另一張可以 看得更詳細 是的 大家看看這個 這個就是墨秀英 撞在香港墳墳 河東死了之後 跟他撞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不知道是不是刻意 但是也是跟兩種文化的一個 名字的寫法 是剛剛反映了這兩個人的 特別的地方 我覺得 墨秀英 這裡有沒有 這裡是墨秀英 他簡單就寫了一個名字 看看這裡有沒有 我們先看看 這個是墨秀英的夢 就說了 他是河東著氏原配 墨秀英夫人之夢 是不是 他西式的寫法就是這樣 當然跟著有出生年月 葬在香港墳墳西式 強調的是河東著氏原配 這個是他最重要的那個名牌 來的了 河東跟他坐在一起 重點在這裡 不會有子孫後座 這個不是他自己突出 而是說他的制度就是這樣 是不是 因為西式就不會這樣 但是在他前面 就有一個中瀑的毛 就叫歐彩 在他前面 都不錯的 都是好 但是我沒有放在這裡 你有機會可以參觀一下 你看一下這個 中式的 中式的話 他就在寺院墳墳 在河莊裡面 就是不是寺院墳墳 就是另一邊 他突顯的就是河姆 因為他有阿姆的身份 而突顯了朱子孫後代 這裡 是不是 所以河東不在他身邊 不要緊 他有的就是這些子孫 這個就是他表現出有氣場的部分 如果你看到的話 所以他選擇 因為墨秀英 其實他是傳統的 你看到剛才穿某些衣服也是 思想也好 但是他最後用了基督教那種方法 不知道是不是刻意 張正雄從頭到尾都是強調中式的 他是佛教徒很堅勝的 而做了很多的活動 都是爭取他自己的留名也好 爭取他自己的慈善事也好 他強調的始終都是這個部分 也都選擇了中式 而他因為生育這麼多 有這麼多子孫 所以他突顯了這個部分 就最明顯了 那如果你將兩個分 兩個什麼做一個比較 這兩個人 有恨與不恨 就正正在最後的歸宿那裡 全部秀出來 即是說墨秀英 秀的那個名牌 就是河東著是願賠 張正雄強調的是河母 即是說他沒有批評到著氏夫人那些 是吧 也批評不到原配 他要批評就是平妻 可以這麼說 那個就不是他最重要 所以他最重要的就是河母 這個就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部分 我覺得在他兩個人的人生歸宿的時候 這個部分就更加可以突然出來 最後還有一個結語 我想我們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可以 我們是不是差不多 對了 最後的部分 可以講一講這裡 如果我們有時間 等就可以再 留點時間給大家做一些問題 我覺得也是一種辦法 我的結語就是說 即是 新平的足跡 留下的一些 另一種遺憾 我想講一個情況 其實就是正正用了鄭官應 鄭官應的例子 其實他現在在澳門有一個鄭家大屋 大家如果最近走不掉 有機會可以去旅行 近近地去澳門那個時候 都覺得有一個異地情懷 因為他那邊有一個 不同的一個文化 其實也都值得去 那麼他那個就是講 鄭官應大家都知道了 這個 盛世 藝言裡面一個很重要的書 也都是跟香港 很多交往 而鄭官應曾經也是 叫太古洋行買板的角色 他也都在上海幫太古輪船做過 他那個買板打工的 很重要的 他提出這一點 我覺得是重要的 他就說 即金玉以為子孫 子孫未必能守 即師書以為子孫 子孫未必能讀 不如積德以為子孫 其實很多有錢的家族 很多時候都去到有錢的時候 就很強調 積德 而我覺得很特別的一件事就是 張正庸 張正庸他那種積德的概念 給麥秀英 給河東 我覺得還要做 這個可能又跟他的信仰有關係 我們跟明山郵寄裡面 他寫的書裡面 都可以看到他某些 講積德的努力 因為他覺得 他做一個女子 也都有一定的 自小就有一種 信佛的那種靈性 你可以看到 所以他對得行的部分很強調 而得行的強調點 他覺得女性 在家庭裡面是一個穩定的力量 而女性 要令到他可以發揮到家庭裡面的穩定力量 就是讀好書 所以張正庸本身喜歡讀書 他跟他媽媽幫他看一些佛經裡面 學到中文 學到一些價值觀 於是去到他可以嫁入浩門 成為河東的平妻之後 他那時候可以選擇 一個核心點就是 我不做chip 因為chip的地位很低 他很明顯是明白到 如果他當時 當作普通一個沒有學識的女生 就這樣做了chip 我相信 我相信 河東 麥秀英 張正庸 三個人的關係 完全改寫 假設 張正庸一樣生十個小孩 地位跟麥秀英 一定有一個很大的差距 所以他那個 職筆 我特地用這個去說他 他很聰明看到這一點 他知道讀書重要 於是職筆的起步點 就開始鼓勵女生要讀書 當然這個 他不是女生鼓勵女士要讀書 最先的先行者 但是起碼香港來說 都是屬於走在時代前方 強調女生要接受教育 所以他作為首富的平妻 他有了錢之後 他慢地去推動教育 女生教育 所以他有補國學校 當然補國學校其中一個 另一個次入國學校 他就希望可以鼓勵到 就是全教的部分 但是起碼他在教育上面 推動女生教育上面 他做了重要一步 所以他後來再有錢的時候 他就開始建立 東連國縣 這個部分也都強化了 他在職筆這個部分 他所做的事 我覺得他這個層面上面 有些地方會影響到河東和麥秀英 就是麥秀英可能受困於他自己的 人生裏面某些遺憾 所以他一直會在這個層面上面 反過來會去 我不知道 為了要幫丈夫去打理財富也好 或者後來他去到 證明他沒有辦法生育之後 他要投射某些活動 就是放進去東英學譜 那些層面上面 就是想爭取一些社會上面的一些 認可或者什麼上面 就放在那邊 反而對於這個 慈善事業他反而做得比較慢 去到後來 他都看到這個情況之後 才開始投入去慈善 就是說他在那個層面上面 反而比年輕的張正庸是要遲的 我後來發現他在麥秀英在圍竹上面 做那個捐獻其實都不少的 因為他都積累了 剛才可以看到的土地上面之外 他本身有一定的財產 在一個圍竹上面 麥秀英和這個張正庸這裡沒有寫出來 兩個人的分配也是自然不同的 麥秀英就把那個遺產 除了部分會捐給他自己的兒子 那些過繼子也可 或者是其他那些 都是屬於他的兒子 就是張正庸山那些 每個人都有分錢 都會分錢 包括牧人也可 包括其他服侍他也可 有些朋友捐錢 也有部份是給親友 部分給慈善組織 就是說她將他的財產分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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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分解分去 張正庸全部跟它戰不同 張正庸槽所有的錢全部 Áskanp 不分給子女,因為他們都生活無憂 全部把錢捐到東年國縣慈善基金 成為一個叫endowment fund 因為我前日還是昨天 我在香港大學洪平山圖書館做了一個演講 其實他剛剛有講一個例子 有些人不是很有錢 但是他沒有小朋友 他最後把這筆錢捐給圖書館 當然圖書館就回報他,給他一個名字 這個是其中一個進入現代社會之後 有些人為了留他的名,或者留他的德行 他做了一個叫捐身家的俗話 這個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 你會見到密秀英,我們剛才這麼說 他是沒有子女的,是不是? 他有的那些其實是張正容生的 或者是他涉事生的 但是他在分為足的時候,他分成給這些人 小部分給慈善,甚至部分給博人 慈善的也是分散的 分散的就是意思就是說 部分捐給名愛 國愛,即是元朗那邊 部分捐給金錢村,即是學校 部分亦都分給這個叫做 Welfare Lead,即是他們Eurasian那些活動 另外部分亦都有分給什麼 小姊妹活動,三光民人院 他圍織列出來的,即是他分散的分了這些錢 結果,他的名字沒有太多 即是他留下來的遺產分散了 即是等於好像有些家長 有些父母,年老的時候分散的子女 那麼事物沒有流傳,都散了 張正容呢,他有自己的血物,有自己的子孫 但是他一分錢都不分給他 他全部分起來,集中在一個endowment fund 長遠的,永遠基金 這個基金就要支持東聯各院的發展 這個是很自然不同的 這個就是我開始的時候這樣說 一個是零售式的慈善活動 一個是統籌式的集中的一個基金 所以那個基金跟著的錢就放在投資那裏 Generate income出來才放到慈善那裏 他是永遠的,那這兩個職筆的方法 我覺得他最後產生了一個不同的做法 而東英學譜也好,東英大校也好 這些他都是給回他的子孫的 他是對的,正常的方法都是這樣分 但是如果那些子孫不生性 或者那個東西很值錢,那就套現 套現了之後,東英大校就變了對他溫 不是東和英兩個,對他溫你都不知道是誰 是嗎?就是這樣,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你看回蜜秀英的話 其實他留下了很多錢給他的子孫 但是那個遺憾就是他原本想著這些可以留下的東西 其實最後在錢之下都沒有了 所以最後可以留下的上水那個河東夫人 他用蜜秀英的醫局,就由政府幫他捕獄 是嗎?所以這個都是一個人生也好 我覺得都是很遺憾的 但是有些地方和自己經歷自己所面對 或者你應對方法都有點不同 他所反映的不單只是一個社會發展的歷程 亦都可以見到的就是說個人做的某些決定 遇到某些挑戰的時候他怎樣選取呢? 都有一定關係 所以呢,我最後的部分呢,分享就到這裡 整個故事那裏你可以見到 蜜秀英有很多地方是不天獨厚的 他有好運的地方 所以他留下了很多遺憾 那這個遺憾呢,就是我稱之為原配的遺憾 那接下來還有一點時間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些給我們一些問題 我們一起溝通互動一下,好嗎? 多謝各位 多謝鄭教授精彩的分享 就真的好像我們說的歷史 就是一個點線的樣子 我們看河東夫人的一個點 背後就看到一個很大的歷史物落 現在就是我們的問答環節 有興趣發問的觀眾就可以舉手發問 網上的觀眾也可以透過Zoom的問答功能發問問題 我或者我先問了Zoom 本身已經有一條問題先 有一位觀眾就問 1924年就是剛剛說的那個展覽 是不是英京賽會 當時香港的代表 是不是只有東英航圖 我的印象之中 應該也不止的 但是沒有留意到別的 因為他整個集團這樣去的 但是以他最出名 因為事實上 香港當時真的沒有什麼 擺得上桌的產業 有些很多時候都是在外部 都不屬於香港的 所以那個生產也不行 但是以他最吸引 但是那時候整個團隊裡面 是不少人的 因為 後來我還有一件事補充 就是說 他們要求 因為他代表香港去參展 要求他們那些成員的開支 由政府出 即是那些旋廢 因為河東那時候 他們也帶了一些 那些旅客人去的 政府就說不行 那些是你自己的 也有些爭論 就因為這一次他去參加 那個 戰覽會 河東1925年 就留在英國 而1925年 大家都知道 香港發生了很大的事件 於是河東在那邊 就曾經在殖民地通訊裡面說 我可以回來調停 不過我在英國做不到這個動作 類似的 但是其實 河東早前某個調停的時候 可以不罷工的時候 就已經被人批評他 所以那個也是一個有趣的事件 即是說 1924和25年那個 溫布萊的展覽 反映到河東某些地方有計較 他是推薦他自己 東英學譜去參選 而某些開支上面 他覺得政府現在支持 政府也覺得你這樣過了 也不行 而他那次 沒有直接回到香港 而留在英國 年多兩年的時間 也是錯過了香港某些重要事件 所以這個也是歷史上面 一些發展上面 一個有趣的一些口合 我覺得都是可以補充給大家 讓開支援 去參選 這也是 有趣 為了 我想請問一下 為什麼河東和這個 密秀嬰是硬要遭在香港的 香港的 墳城 劑 而這個張靜庸撞在河莊那裏 為什麼河東不撞在河莊 沒有這方面的研究 你這個問題真的問得非常好 其實這個就是家族裏面一些內部的講法 講法就是你剛才看到了 就是 張靜庸是先過世的 是不是 他過世之後就撞在河莊 就家族的講法 留了一個位 那個位後來當然是河莉莉撞了 就留了一個位 就給河東 那個情況就是 密秀英就會覺得 如果一個丈夫 兩個平妻 正常來說你應該要留兩個 三個是不是 三個坐在那邊 但是你留下一個位 所以這個就是內部某些地方我們就很難這樣去看 雖然剛才我講 密秀英都是說無分彼此 是不是 這樣去出來 但是 黑要造成無分彼此 就就是說其實你也有介意的 這個就正正是跟 河東這一種強調中國人的那種身份 他的傳統非常之 緊小慎微明的任何東西都會很執著 傳統的 因為任何一違背了就會被人說 你這個半堂回來的 你都不知道中國文化 他就怕 但是我們中國人如果是純種的 就沒有所謂的 你就會很 很不 很不 這些小節 但是當你刻意要求平等或者完全一樣 就是說 某些地方 應該有少少矛盾的 你說這麼說 所以那個情況之下 所以其實有些地方我都有些暗示的 就是說 兩個人視察一定有差的 有差風合草的人來的 很正常的 所以有這個細節的時候 你去到 張靖雄過身 你撞的位置只留了一個 秀英是應該有些意見的 那去到後 那見有意見 他過身他要撞在哪裡 所以就覺得他沒有位 去到他晚年他要撞的時候 他其實就在那個時間之下 他有一些特別的看法都沒有 所以 但是他本身沒有信一個宗教 去到那個時間 他就 他其中一個 當作親屬 就叫做 什麼旗? 支玉旗 DBS教掌 他也是一個神父 來的 那就幫他 受洗 接著就 建議他不去撞去 殖民 就是那個香港墳場 香港墳場當時來說 不容易撞進去的 但是在日治時期 有這個空間 那麼他就 幫他受洗 接著就 在那裏找個靚位 他撞那個地方 就是跟 Trader很接近的 所以 亦都特地 他那時候就要求 留下這個 要求這個 說法就是希望 河東可以跟他撞在一起 他要求 所以 去到 就是 戰後了 所以看到河東他是很 很遺憾 他覺得第一個原配 這樣的情況之下 破身 是吧 很多地方 很遺憾 那麼他也都 就是 臨終前又有這個 意願 那麼他也都 應該要跟他在一起 那麼殖民地 墳場呢 在地位上 就好過 超遠墳場的 超遠墳場當時 拿流的鞋 被Eurasia 那麼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最後的思考呢 就選擇了寧願 跟墨秀英在一起 就不是在那邊 這個你都可以想像到的 因為墨秀英 有很多地方有遺憾 河東 作為他跟他一起經歷那麼多事情 他 最後珍惜他 我覺得可能都是一個 一定程度上可能一些補償 所以他 那個殖民地墳場是真的不容易入的 就是靚位 那麼他想在這個情況之下 最後選擇在那裡 而這個選擇 或者這個撞的方法 你說得非常之對 其實就反映了 之間是有 微妙的關係 上面的一些考慮 希望這個說法 你會接受 我又問一條網上的問題 那麼 有一位朋友就問 何東有沒有趁墨秀英 在上水建立 農場的時候 可以接近港獨 或者其他上水都有別墅的商家 能夠獲得更大的利益 又或者 在他商界的人物網絡上 高有一些得益 這一點就沒有實際的資料 因為這些到數都是內部的 我們正常的一個想法就是 他定了個地方在那裏 相信會有一些關係 但是純粹推測 沒有實際的證明 對 是 想問 墨秀英 跟他這個過繼子的關係有什麼 何世榮有沒有寫過任何資料關於 墨秀英 沒有 沒有 所以我還未可以找到 我分享一點點的 經驗 或者那些地方沒有寫下去 很多年前 梁鴻基 想跟我們接觸 我也見過面 梁鴻基就是 何世榮的 何世榮的 女兒的 女兒 應該怎麼說 外孫女 對了 Sorry 那麼 不過梁鴻基也過世了 那麼他那時候就說 想 跟我們分享 就是說他本身家族一些的資料 當然他那個說法 反過來就會說 就是 他是阿公 就是何世榮 其實就是 有很多的故事是被人 扭曲的 其中一個 說的那個 例子就是 1930年代 何世榮就曾經跟其他那些弟弟 就炒 渣點陽行的股票的問題 因為那次是搞到很大件事的 導致 就是說 何世榮那幾個兄弟 就炒 渣點陽行的 那個 那個 他們是他們的買板 炒他們的股票 結果就被渣點陽行的老闆 裝那個陷阱 搞到他 就是 虧了很多錢 而這件事也導致何東要揹飛 但是何東揹飛後來就只是擔保何世榮 其他 因為何世榮是他的兒子 當作過繼兒子 其他那些其實是何福的兒子 所以不保他 不保那些有些人要走路 包括何東 和何鴻生的父親 他那時候跟我們分享的 就是覺得這件事是冤枉了他外公的 就是 他也有付出一些錢 也都 這件事跟他無關而已 是說這些 也有一些情況 他就說他們有些資料 但是沒有說到 就是何世榮本身有沒有寫過什麼 但是我們在某些資料上面 就是看到何世榮 相對來說就是 他是深得 密秀英那個算是信任的 其實你看他在工作上面 何世榮也都應該是 有一定的 因為他是第一個 在家族裡面算是第一個年長的 深得何東的外石 因為他是成為匯豐銀行的買版 主要是這個位置 而匯豐銀行 對於何東的整個事業的發展 也是重要的 所以可以 坐在這個位置 你可以看到 何世榮的重要性 但是問題就是說 他也是面對一個問題 尤其是 就是在那個日治時期 當時 他是被 日軍 打到 真是打 是那次打到重傷之後 很快 重光之後 他沒多久就過了身 那就是說 他在晚年的部分 他面對著 一些的情況 令到他沒有辦法去 去幫手處理到 密秀英的貿易 如果他那個時間是 健全去處理 我相信 他可以拿到的 東西 你可以當是這麼說 是會更多的 因為最後那個處理的部分就落了 這個的 周耳民 就是 那個妾事所生的那個女兒 女兒相對兒子 在那個年代始終都是 雙州學院 而何世榮本身有一定的人物的關係 匯豐的賣彈 那這個 因為他被日軍 禁了 亦都被他打到 半死 基本上都 physically 不能處理 所以這個 令到他是一個 很大的遺憾 我亦都覺得 那時候 梁雄基 可能亦都想 說回這些 給我們聽 但無論 那次的見面 還是後來某些情況 間接 或者 的接觸也好 都沒有辦法可以掌握到 但至我所知 就是他們留下來的文憲 或者 確定某些事情的方法 也不多 所以 關於 就是何世榮那些紀錄 都是極限缺乏的 不多 是 是的 你說得對 其實他應該有很多事情 因為很多時間 更重要的問題在哪裡? 更重要的就是 何東那兩個兒子長期不在香港 何世健在上海 何世榮就是在東北 因為他從軍 主力就是在 何世榮 而何世榮 我剛才這麼說 他也是匯豐銀行買版 匯豐就是最核心的 就是金融上面處理 他應該是最多的 但問題就真的 沒有留下 同意你的分別 我們又問一個網上的問題 各位觀眾就問 其他在上水和河東有關係的遺跡 例如金泉村河東學校 那些美豐投工池之類 到底是怎樣跟河東 扯上關係呢 他們 現況如何 是不是已經 不存在呢 那個扯上關係 最直接的人 捐錢 其實最常見的有錢人就是 捐了錢拿個名譽 拿個學校 這個 那麼 早期那時候我看到 因為他有捐這個學校的關係 尤其是 後來 何世榮 回到香港之後 他也會再捐錢 用密秀英的名譽 那麼也都會 我那時候看到的那些報紙的報道 就是何世榮 去金泉村的那些學校 河東的那些學校 就會去幫他的畢業典禮 或者某些重要場合 都會出席 所以這個就是 最簡單的那種關係 那麼 而那時候的東英學譜 都還在這裏運作 那麼所以呢 那個情況之下 就透過這些 去 發揮一些的 互動的關係 但是實際上呢 通常都是的 一個 捐款者 去到 和他本身之間 實際的那個 互動的關係 就很弱的 他們都是 這種模式 現場有沒有 其他觀眾有問題 是的 我想問一問呢 何世榮的名字 為什麼會在超遠墳墻的墓碑出現 但是反而不在香港墳墻的墓碑出現呢 那個真真正正是莫秀英的 的計史 為什麼來講那個名字會出了在另外一邊呢 你說在 墓碑那裏 何世榮 這個沒有 這個就是 中式和西式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就是一個刻意的做法 因為 對於他來說 就不需要寫這些 因為他沒有的 可能用這種方法簡單避開了 對於這裏呢 他因為屬於個計子 在我們中國文化裏 他都是屬於他的兒子 所以 他採取了中式 其實最突顯的就是他有 沒有的身份 而有這麼多子孫 他用了西式 西式就沒有這些東西的 只是寫他的名字 和寫他什麼時候 什麼 這樣就可以了 剛剛就配合到他實際的情況 但是他最重要的突顯就是要突顯這個 這個 袁佩夫人 又剛剛在這裏 可以這樣做出來 這一點 嚴格來說 在正常的西式裏面 沒有這個 他就要突顯這個 所以這個就正正是 他用這個很大的一個思考 因為我們這樣想 其實他是想過的 不是簡單 是的 是的 你也看得很細緻 我們網上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問何中兩個女婿羅文錦和羅文浩有沒有親戚關係 好像提過的 他們兩個是兄弟 這個就是反映一個重要的點 羅文錦 都是Eurasian 混血兒 他父親就叫羅長少 羅文錦的兒子很出名的 羅德成 曾經想競逐 第一任他 特首的 大家要知道 他記得 我記得他以前看的那本書 誰寫的 說他是跟李鵬打麻雀 特意要鬆章 羅德成 那個人叫誰 那個人叫誰呢 過身的 馬力 那本書 我那時候看得入賣的 因為要看看他 那時候的情況 羅文錦和羅文浩 和何東兩個女婿結婚 這件事 就是反映早年那時候 勾華混血兒結婚的 多數都會和自己勾喉 就在一起 因為要跟華人結婚 有一定的 屏障或者隔離 那個情況 以前的社會 不是很接受 今時今日的社會 是很接受的 是嗎 尤其是華人可以娶個 鬼妹或者是 什麼 就肯定開心到 好像為國真光 那種 就是我們會對 混血兒是肯接受的 以前是不行的 所以混血兒之間 他的婚姻市場 不是很寬 就會跟混血兒結婚 而那時候是很多的 兄弟姊妹之間 嫁來嫁去的 我最近寫的另一個混血兒 叫做 都說姓羅的 叫做 羅玉和 我剛剛出了書的 羅玉和 羅玉和的混血就不是他這一種 他跟巴斯混血 其實都是亞洲的 巴斯人 好像摩地這些就是巴斯人 他那種混血之後 他生的女兒 他當然生很多個女兒 羅玉和 三個女兒 嫁了給另外 一個混血兒的三兄弟 是嗎 更厲害 是嗎 所以他們 很緊密的 走在一起 因為 他們那種混血兒的背景 正如我剛才這麼說 麥秀英和張正勇 雖然說他是表妹 實際應該沒有 真正我們中國人概念 那種 那種血緣 所以他們這一種 雖然看下去 兄弟姊妹之間 那個混血很厲害 但是他不是我們中國那種概念 那種血脈 那種什麼 所以他們這一種互相通分 沒有影響到他們 其他那種問題 所以 他們生出來很多 你會看到又聰明又漂亮 很特別的 另外我也想補充一點 因為我剛剛寫完 尤其是猶太家族 或者剛才說過 猶太家族以沙孫為例 另一個就是巴斯家族 因為他們是強調 族內通婚的 很特別的 好像沙孫家族 可以是 就是那個 那個 啊 怎麼說呢 兄弟呢 是可以取回 哥哥的孫女 這樣的 而且是重複的 那些關係 如果我們中國人 肯定就是亂倫 他亂得七彩 但是他們是覺得這個OK的 這個就是 文化上面 有很大的差異 巴斯也是 沙孫家族 尤其是 第一代 那個David Sassun 已經有出現這個情況 因為他的情況就是 他們是 覺得這一種血物 不應該外流 才可以保留到 他自己的種族 那個 Purity 或者是 或者是長遠那種發展 巴斯尤其是特別 他怕如果一同人通婚 就算是慘了 因為他族群的數目 少 三兩下就被人 大壞了 就不見了 所以這個是 另一個層面 我覺得 從 混血如家族的那個部分 可以看到某些 特殊的一個社會環境 變遷之下 透過婚姻的那種改變 是 截然不同的一種後果 很有趣 謝謝 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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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就 很刻意地去尋找那個 東花園 我沿著伯父林道,轉到貝露道, 在左邊向著山頂, 在左邊看到山頂的大興土木那堆是河通花園, 我上去之後沿著巴士路進去, 門樓還在,還有遺跡還未能拆, 基本上已經拆了很多, 很奇怪,河東花園應該被四川的炒家賣了, 進去的時候沒有人看, 地腳各樣都建了一部分, 很奇怪為何沒有人看著地盤, 又可以任我們進去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行山的話, 就去看看吧, 謝謝! 真的有興趣不單止可以去那裡看, 也值得去看看河東夫人上水那個, 你走完之後兩邊比較一下, 你看他的排流,我順便說幾句, 裡面當然可以現在不要看, 因為工程中危險,你不要進去, 你看一下他的排流, 即是說那個曉國元的排流, 豪華都不得了,是嗎? 曉國元當然就是河東, 和曉,就是因為河東叫做曉申, 河曉申, 郭就是東年郭縣的郭, 所以是兩宮婆, 東英學譜都是, 東就是河東, 英就是墨守英, 都是說兩宮, 混合起來的, 你看完那裡之後, 你再看回河東密夫人這個, 是嗎? 你會見到一個真是很豪華的, 只是牌流已經很豪華了, 你會看回密夫人這個, 很平白, 樸素, 其實也是另一個層面, 你會反映不同的一個看法, 有趣的, 其實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的分享, 我覺得 我進去之後, 我覺得他可以讓遊人任意進去, 我覺得那個四川佬不知道是不是爛尾, 是, 我想問一下, 這個東英學譜對當時金錢村附近那些, 這樣的當地的中國的族民有什麼影響, 有沒有這些文獻那些東西, 就是對於當地的, 當時的農業發展, 或者是經濟發展有什麼影響? 當地的農業的發展, 就沒有什麼記載, 所以我覺得他做那個東英學譜, 做很多實驗, 然後又有些什麼呢? 在他們實際的村民那個發展, 就不大, 但是我們可以見到有些報紙, 就是當時一些新聞有時候說, 就是他們有時候會有一些, 類似面對一些, 有時候也有一些災難的, 就會跟他們籌款, 跟河通的, 就是跟他們籌款, 或者是發生一些的溫疫那時候都有, 他就反過來要跟他們說捐款那些, 例如說那條河曾經有些水災, 他都有跟他們要求捐回一些東西給他們, 反而多了這些, 就是說那個村的實際的經濟發展, 在那個時間就不算多, 我們必須要注意的一個事實, 就是差不多在1970年之前, 其實那邊的土地, 地皮又不是好像今時今日, 我們想到它升得很厲害, 其實都是相對地穩定的, 沒有什麼很特別的地方, 另一件事就是在日治時期, 那邊也有受到一定的影響, 我記得那時候是其中一個部分就是, 就是在殖民地檔案裡面有寫, 就是那個東英學譜, 當時就是何世禮, 某些的馬匹都放在那裏, 養在那裏的, 但是在日治時期, 因為不夠糧食, 那個東英學譜裡面有很多地方都被當地的, 他這樣說, 當地的村民, 就是爆進去, 拿了一些東西, 包括就是馬, 都變得很瘦, 但是當然逃過一劫, 就是守護當地的一些, 一些的, 一些的博人看得不實的時候, 有很多地方就被, 他就是這樣說的, 報紙也是這樣說的, 或者是被當地的村民, 有進去破壞過, 或者是拿過那些財物, 類似這樣, 實際上, 一些的, 對他們的當地村民的支援, 就不是說很多的。 這個東英學譜, 你說有紡織, 這個紡織這個工作坊的規模有幾大? 還有那些, 是把那些紡織出來, 還是那些布呢? 那些布又賣去哪裡呢? 其實呢, 老實說呢, 那個他開頭在這裡做的就是試驗性質的, 不是很大規模的。 其實, 反過來, 他任何做試驗性質的東西, 都是點到即止的, 他去試一下的。 他很明顯就是藉著那次溫布萊的那個展覽, 河東是一個商人來的, 就是乘機去推銷那個部分, 我覺得呢, 實際上, 因為後來沒有什麼大的發展, 你說得非常厲害。 他只不過藉著那個情況之外, 香港又沒有什麼了道, 他可以乘機去推銷, 而所有的東西, 嚴格來說, 包括那些蠶、絲、甚至那些工人, 都是來自東莞就這樣搬過來的, 所以實際在香港, 種或者什麼呢? 文件裡面見到就說不多的, 他們都承認的, 當時嚴格來說, 殖民地政府都知道, 純粹是為了向英國政府交代, 你可以這樣說, 就是香港都有東西的, 我們都有什麼樣的, 那個情況而已, 實在, 你正確都是這樣, 所以他實際在香港沒有, 所以回來之後, 就算做完那個都回來, 其實都沒有什麼太大發展的, 簡單的一個情況來的, 正如我開始這樣說, 其實原本拿的地, 只不過是想著, 第一就是要, 主要就是想著有些別的礦產, 另外就是當地可以接近港督的別墅, 不是想著在那裏就可以發展到農桑, 發展到農桑, 做實驗, 是這個地沒有什麼實際用途的時候, 某些東西放進去, 例子呢, 我可以講一個例子, 例子就類似利元山, 李希信買了利元山之後, 開造利園, 他不是為了推展那個旅遊, 或者在那裏整個遊樂園, 不是, 是, 未發展之前, 臨時性, 是吧, 最簡單的方法, 做幾張桌子, 做什麼, 被那些遊人可以進來, 做王, 起碼可以做某些, 其實是這個效率, 臨時性的, 你可以這樣理解, 所以他做完那個活動回來, 那個紡織沒有太大發展, 其實這個, 這個我相信這個都是後來的說法, 如果你有收到這個訊息, 拿點讓行會收不到, 所以這個不要太順, 這個是後期的, 但是都不可順, 我覺得純粹是, 現場還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其他問題的話, 很感謝鄭博士今天精彩的演講, 謝謝, 謝謝, 我們估計辦下一次的講座, 就在10月15日舉行, 講題就是活化博富樓牧場, 承繼前人公益, 志願與開拓精神, 由閃超行先生駐港, 歡迎大家參加,